你能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这一年来 这个跟他谈恋爱的 这个感觉和感受是什么吗 开心的时候还是很开心的 就好的时候很好 但是一看见他这件事情就 没办法嘛 就会去多想 能接受是吧 不能 不能还熬了一年多 就吵了很多架 吵了很多次 就是我一生气我不理他 他就各种找我 然后弄得自己可惨了 我就只能去见他 然后见了他以后 就肯定会原谅他 那你为什么这样呢 我确实没想什么别的 就可能太傻了 就感觉什么都没有什么 然后就 以前东西都没改过 和陈律友的联系什么的 都没改 就是等于你跟他谈恋爱 但是你并没有觉得 我不知道我这理解对 你并没有觉得 你专属一个谁是吧 没有没有 你还是个自由的还是 不不不 就是只是 不在意以前那些东西了 就没动过 就是你觉得你跟他谈恋爱 那你是一心一意的吗 对 我当然是一心一意的 那你跟那些女生 你现在女朋友很介意吗 我们就假定 其实什么也没有 对吧 就真的什么也没有 对 他就是真的什么 但是他很介意 就叫有嘛 可能以前感觉确实没什么 但是现在他说了以后 我都有改 改还改成这样啊 你知道这个 我们有一个特别形象的 这个比喻吗 就两个人之间是什么 你觉得我们俩有关系吗 没有 你觉得他跟陆琪老师 有关系吗 没有 没有是吧 我真的觉得他跟陆琪老师 有关系 他们俩就真的有关系了 如果我是他的男朋友的话 因为我心里不舒服了 这好像女孩 对你现在的状态 是一样的 也许你说我没有 我没有处理不当 但是在女孩的心里 你看刚才都要哭了嘛 对吧 女生说我 我就想着就是那样的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你说不清楚 所以在意另一半的感受这件事 特别重要 那现在两个人就僵在这儿了 那你愿意为他放弃飞行梦吗 这个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吧 可以说是 然后高考的时候 政策还没改就差一点 现在政策改了我就过了 然后就还是特别想去 等于现在在读大学 对 现在在读大学 从大学里招的 对 大学一会 真的不容易 选一个 飞行还是他 我觉得我都放不下 这必须得选啊 其实我也不是说 他非得放弃 你别说人让人选 我愿意放弃飞行 真的假的 真的 真放啊 放 就为他放是吧 放 你接受吗 你敢接受吗 不敢 又害怕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看到 一种情感关系的模式 就是我总拿一件事来说 说完之后 我用另外一个事 我一定要你做个抉择 其实当你理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逼对方做那个抉择 完全是没有意义的 他按你的想法做了 你会背上一个包袱 他没有按你的想法做 你会更难受 不如就解决 当下这段情感当中 出现的那些问题和麻烦 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对方说完之后 对方说完之后